我那時候就只是WeChat他說 欸 師弟 那個N95口罩現在很缺 醫護人員都說他們非常缺N95口罩 我說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他就說好喔 是每一個人呢 真的都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麼 那我只是很小小的想說我的一份力量 我可以幫醫護人員做一些什麼 因為我看到他們是真的非常的辛苦 不管是我昨天去了大型的檢疫站 然後我到了各個醫院 那我覺得我收到的訊息就是 現在他們非常需要N95口罩 那N95口罩現在在市面上面呢 也不好買 所以在第一時間 我就找到了N95口罩的廠商 那廠商這邊呢也非常的幫忙 我們的民機的那個廠商呢 他們馬上把原本要出口到國外 出口到澳洲的貨 全部都把它調回台灣 希望能夠留給我們台灣的醫護人員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全民的力量 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 那還有很多的好朋友 像是小S 桃子 然後還有像是富邦集團 然後萬恩生命 也都是全部一起加入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循環 就是真的是全部人的力量 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 最謝謝大家 再次謝謝我們的醫護影響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幫你訂閱 那我知道說N95口罩正在缺 所以其實我當天上午就已經找好廠商 然後當天下午就去廠商那邊簽約 然後直接就把口罩送去醫院了 那在檢疫家 因為現在天氣其實越來越炎熱了 那很多的這個醫護人員呢 他們去檢疫的時候 他們全身穿防護裝 戴N95口罩 其實他們只能兩個小時就必須要換班了 就必須要輪班 以前是四個小時 在之前的時候 可是他們現在真的是那個全身 其實我昨天去看他們 就還沒有上陣 裡面才剛穿好那個防護衣 其實全部都是已經濕了 所以其實他們非常的辛苦 那可想而知 因為全身都濕了之後 口罩這兩個小時 一定就是要換掉換掉 那沒有人算得到說 這個疫情來得這麼猛 然後有這麼多人都急著要篩檢 所以這個口罩的用量非常的大 那我就想說好吧 那能夠幫忙 我們就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那我那時候就只是WeChat 他說 欸GD那個N95口罩現在很缺 醫護人員都說 他們非常缺N95口罩 我說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他就說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像他們看 對然後他後來有這個 就是他自己有展發一篇 他就說什麼我是他的小天使 然後就不然很想吐 就是他後來有在私訊我說 他真的很開心 然後他有一個像我一樣這麼積極 然後這麼熱血的朋友 那他就是屬於比較稍微比較懶惰的 但是他就是用 他也是用熱血的心情跟著我這樣 然後又吐了一下這樣 哈哈哈哈 那桃子是昨天是他自己主動跟我這樣說的 對所以我根本沒有揪他 他就是主動加入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很開心 然後還有其他的企業啊 全部也都是主動加入 像遠雄集團 像同領 像富邦集團 我覺得真的當 我覺得民間的力量是這樣 就是需要什麼 那我們很快 我們可以解決的方式 我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把它送到 好